赛的一场较量 这是由中国女足对阵澳大利亚女足队 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中国女足 黄色战袍的则是澳大利亚女足 率先开球的是中国队 现场的一次认球的机会 看到了进区之内 投球百度一下 第二点还是被澳大利亚女足的姑娘给挡了出去 17号西蒙的解围 投球攻门 这一下是顶到了 不过因为在对方的干扰之下 没办法转身 高尾比抢 两个人的包夹 这一下球给断掉了 裁判还是明少有犯规的情况 又是路线的判断 把球给断掉 在左边路 许延路 右脚再传 低平球到了进区之内 产球漂亮 球进了 开场第六分钟 中国女足率先破门了 进球的是任贵心 一次铲射 帮助中国女足队 把比分给改写 来看一下 这是断球之后 马上的一次反击 横向内切 右脚的传递 非常的清楚 把身体给碰了出去 任贵心 一次倒地的铲射 抢在对方的防守球员之前 碰触到皮球 硬生入网 一比零 分到了左路 远路又是一次斜45度 给到了底线 皮球还是给大了 出了底线 今天在高位逼抢方面 就地反抢方面 中国女足做得非常的坚决 这也是热埃尔松特意要求的 推了一个直线球 边才又是举起有越位的情况 在开场之后 澳大利亚女足完全是陷入到了越位的陷阱 几次克尔都是处在越位置拿球 艾克蒙德 漂亮的抢断 看看王珊珊 高速的推进 没有把这个球给断下来 王珊珊想一个左脚的内部传球 但提前被识破了呀 这球传的呀 想法很好 但是现实很无感 第一场比赛呢 感觉中国女足打得比较畏畏缩缩 第二场比赛完全敢攻了 后排插上 很坚决 回敲 右脚直接是打门了 球进了 这球看似是传球 但没有想到直接奔向了球门方向 澳大利亚女足队是扳平了比分 回敲一下 又是45度 景区前沿 正是百度没有成功 横敲 西蒙 外围 要做个撞墙式 到了进区前沿之后 继续抹 这一下把球开出了危险区域 有没有反击 这块球支出来 底线附近 这边到了门前 球进了 这应该是个乌龙球啊 又是9号 富尔德在右边路 在右边路形成了突破 想找插到进区之内的克罗伊 界外球支出来 再追赶不上了 血胶的补防 没有办法了 最后是弹到了 中国姑娘的腿上 应该是任贵新啊 这球没有办法 应该是李丹阳 弹到了李丹阳的腿上 毕晓琳在举手示意啊 刚才这一下 是不是手腕也受伤了 今天好不容易首发出场啊 中国女足还是要换人了 虽然打上了绷带 又是在右边路 还是打血胶这一侧啊 一直在说 摁着血胶这侧在打 富尔德继续的连续的晃动 右脚 陛下是血胶漂亮的防守 没有吃谎 不动如山快如风 张瑞再翻到了右边路 再传 进区前沿 王珊珊拿不住球 又是被挡了出来 王珊珊一旦拿球啊 对方的球员马上靠住 让她不轻易地转身 如果一直背身拿球的话 这不是王珊珊的特点 杜飞飞和自己队友在交流 投球的解围这边 澳大利亚队继续控球 再送直摔 打得很耐心 从里到外啊 里外结合 澳大利亚的节奏碰 感触感非常的好 这球给丢了 断球之后 第一个进球 同时也是两场比赛的 第三个进球 其实陆飞飞这个岛 就做得非常不错了 但没有想到 稍微力量有些大 结果呢 有一个借力反力的感觉 这球还是 进到了网窝内 在右路 韩鹏 奔到了右边 李丹阳 左脚的船中 到了进区之内 解围了 外围还有 唐嘉丽 再打门 比较正 这球的抢射 来自于23号 出现了失误 韩鹏把球断掉 在中场 分过去 传得很清楚 进区之内 左脚直接打门 想打一个远角啊 还是来自于 上半场表现非常活跃的 21号 许燕璐 4-4-2的站位很清楚 又是韩鹏 连续两次中签场的抢断 再给一个直线球 任贵心 打门了 稍微高出衡量啊 又是任贵心 连续的两脚 回敲 这球给短了 中国队的反击会 王珊珊 在右边路 自己踏 还在带 右脚再传 中路后点 有机会了 左脚打门 任贵心 又是四射门 被门将威廉姆斯 再次扑出 再来看一下 这次王珊珊 可以长途跋涉 单枪匹马 闯进禁区 王珊珊 这边还是高位的逼抢 雪橇把球给破坏出去 进去之内 投球这边进了 投球的调门 来自于克尔 克尔本场比赛 在意的梅卡尔路 这下没有防守住 克尔又到了进区 还有机会 抢射 扑了出来 路飞飞是建功了 直接是找 封线上的王珊珊 王珊珊把球给拿到了 回敲 唐嘉丽 自己射了 这一下漂亮啊 中间有一个弹地 威廉姆斯判断还是非常快的 把这球是扑出去了 脚球 国泰居然永百的前锋 这球打得很刁钻了 提前的上抢 突空了 再给进区之内 克尔再横敲 这边有机会打门 无比 6号 克罗伊也进球了 再来看一下 再盯 克尔这一下 就已经是有一些空当了 结果并不是特别好 来看看这边进区内 唐嘉丽打门 球是进了 但应该是 边才级越位了 很可惜 在之前呢 还有一次打门 打了一个进角 反弹之后 还是有机会的 但文将 威廉姆斯表现的太稳定了 就球路过来了 唐嘉丽再给 有机会单刀了 盘棚 立住 安里斯 卡蓬特右脚 直接挂一个远脚 这球弧线啊 很漂亮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 中国队对澳大利亚族的 第二场热身赛 也是以失败告终 谢谢大家